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Hello Hello 今集又是介绍好食物给大家 又是一间很特别的餐厅 是吃摩洛哥当地的菜 最特别是用柴火去烤焗它们的披萨 今天介绍的是柴火西厨 先带大家看一下环境 环境亦非常有格调 主要的装修 是用了土黄色的墙身 另外还要加一些暗暗的灯光 所以整间店铺整体给人的感觉非常有格调 跟一般餐厅有点不同 当中里面还有一些隐藏的房间 如果多人的话在里面吃 私隐度亦都相当高 而餐厅里面叫的食物亦都非常多 所以它的餐具也都放在桌面 而且因为都会主力吃披萨 所以就会有手套给你 而今天我和公仔妈两个人过来吃 我们就在美团选择了这个商人套餐 我个美团券只需要283元 里面的食物亦都相当多 我们一起看看 好,在介绍吃些什么之前 给全景图大家看一下 我们今天这个餐是不是很丰富呢 其实你两个人来 这个餐绝对足够了 但如果你像我大吃些 或者想多吃一点 就可以再叫多些 在我们吃正餐之前 店员就拿了两个法包给我们 法包来说就比较硬 也是很入门的前菜 但这里最吸引的是 它配上这个牛油加蜜糖 完全可以带到另外一个层次 而且它的牛油和蜜糖 绝对不是比较少的 饮你茶的 所以塗满了整个面包 非常之美味 我们现在先吃这个头盆 蜂蜜加牛油的白包 暖暖的 你吃一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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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蜂蜜 是要滴下来的 你吃一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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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吃 套餐里面 包括了一个姚炉披萨 它主要是有一个大型的姚炉 里面加了柴火 去慢慢烤焗你的披萨 店员拿的火候也很精准 它会有一个測温窗 说里面需要有270度才可以烤焗 职员就很快 已经做好了它的披萨 准备了这个特製的铲 可以铲上去之后 就可以慢慢放到这个姚炉上面 这样去吃披萨 其实我也是第一次 也很感谢它可以让我进来拍摄 因为这样拍得相当清楚 整个烤焗的时间 大约只需要8分钟 你就可以看着柴火就在披萨旁边 当然织完之后就会关上盖 慢慢烤焗它 如果大家有运的话 还可以看到这间餐厅的主厨 是泥巴嫩人 不知道他做的披萨会不会特别好吃 而套餐里面是包了2杯特饮 总共有4种口味可以给你选 我自己选了现在这个 青蹄香檸茶 而公仔妈就选了另外一款 西瓜冰檸茶 现在天气这么热 最適合 夏天喝一杯西瓜特饮 试试什么味道 好解渴 而我这杯里面也有相当多 葡萄果肉 非常之不错 再来也是今天主角之一 这个名字叫火山石牛扒 炭烤乱牛扭 一上碟的时候 大家可以看到画面 整个碟是滚得很重要的 所以提醒大家 记得立刻就要切开来吃 我们拍片当然没办法 一定要拍给观众看 只要切开它的时候 它里面仍然不是全熟 所以大家就可以快点吃 因为这碟的温度相当高 如果你越放得越熟 牛扒就没那么好吃 先试试这个牛扒 肉汁在口里慢慢爆出来 我喜欢吃黑椒的 绝对要来这家 因为很重的黑椒味 还有牛扒咖喱 其实旁边还有配菜 有几粒小粒的洋葱 还有番薯粒 加上这个汁是非常入味 一般这些牛扒 其实我觉得大约七八成熟 就最好吃了 我特意选择一些特别生的位置 这样的肉味就会特别香 牛味特别出的 让我试一块牛扒 真的很重的黑椒味 而且一点都不硬 不错 很香牛肉味 再来这个 叫做地中海 檸檬鸡翅塔吉窝 它的窝盖够很特别 而且它一拿上桌 一揭开 是真的热得很重要 所以基本上这家餐厅 所有的食物 最好一上碟就立刻吃了 这样才吃到它最好吃的效果 而塔吉窝 这一样方法 也是大有来头的 是来自摩洛科的 主要是因为当地的水源问题 就可以用这个方式去烤煮 就用最少的水 而烤熟食物 也可以使食物的原汁原味 焗住在里面 而且它这个特製的配料 应该相对有些蒜蓉 和香草在里面 所以整体的味道是相当之特别 和我们一般吃的中菜 非常之不同 而鸡腿的肉质 也非常之嫩滑 值得一试 吃之前最好 将它们的材料 多加在鸡腿上 更加出味 再来这家餐厅 也是必点的一个美食 就是我们这个 瑤炉披萨 首先来到这里 看到它的煮法 已经相当独特了 用这么大的瑤炉 去烤焗披萨 而且用柴火煮熟 真的不太多地方 可以找到这一类的餐厅 大家知道如果有其他地方 可以吃到 都可以留言告诉我 暂时我看到第一间餐厅 是这样的 而这个薄餅 也是这家餐厅的 Top 1美食 外脆内热 先试一下煮菜薄餅 我不客气了 很香芝士味 让你试一下 很香 很好吃 耶 最终再加一个菜 叫做 鲜蝦塔吉锅 其实煮法 跟刚才的塔吉锅 是差不多的 但它就用了鲜蝦 去做配料 我的蝦撕完了 现在试试 先试试 酸酸甜甜甜 很好吃 好 最后公仔妈 这个好太太 就一次过 替我剥完虾壳了 那我就可以慢慢吃 大家有兴趣 都可以试一下 这个都不错 不过 吉塔锅 跟刚才的鸡肉 就差不多 最后最后我们吃这个牛油果 鲜蝦沙律 正常沙律是最前面吃的 大家不用拍片的话 就当然先吃沙律 这个沙律非常之丰富 里面的配料 里面有牛油果 有些蛋条 有红椒丝 鲜蝦 椰菜 另外里面有些梅 当然也有沙律酱 吃沙律 我们先试一下牛油果 入口式牛油果 教大家来之前 里面的总结 这家柴火西厨 商人餐 绝对够饱够吃的 它可以吃到这个 遥炉烤焗的披萨 也非常独特 大家有兴趣 值得过来试一下 来的方法都很简单 在福田口岸 搭一个站 去到福民站 再转地铁去到车工廟站 最终去到夏沙站 便能走过去的了 只需要在夏沙站的C出口 直走 基本上走两分钟左右 便到我们今天要去的商场 柴火西厨 就是位于这个商场 叫做博金国际的二楼 这段影片就介绍到这里 下条影片再见 多谢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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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